大家好 我是洪准 歡迎收看股海弘揚 今天的加權股價指數盤中上漲86點 那已經將近10800點的整數大關 那這裡從大盤 從10882點開始往下拉回的時候 我一直都跟大家講說 波段的強勢股你要買在短線上弱勢的時候 而且只有在黑暗中才能看見最璀璨的流星 現在大家都很會講這句話了 但是當初它在跌的時候 你到底有沒有去思考過我講這句話 到底是為了什麼 因為這個市場本來就還是一個多頭 但是多頭在整理在拉回的過程之中 它跌了500點真的算多嗎 還是說它跌的只是為了製造恐慌 然後它要去賣一些股票而已嘛 所以我常跟大家講說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嘛 你要找到資金的流向你才能知道 未來行情的方向在哪邊啊 所以當你看到新台幣根本就沒有大幅貶值的時候 你在怕什麼 外資根本沒有把錢匯出去嘛 外資它還是把錢留在台灣啊 它只要放假先賣一趟嘛 賣完之後再等機會它要再買回來啊 所以呢行情在整理的過程之中有一些個股會飆起來 那時候我跟大家講了什麼 漲價題材 你現在全市場每一個人都在跟你講漲價啦 但是那時候在跌的時候 有人跟你講過漲價題材會漲嗎 但是你現在再去追你真的賺得到錢嗎 你問問看你自己嘛 是不是每一次都是追股票然後去賠錢 你有哪一次因為大盤跌的時候買股票去賠到錢的嗎 不會嘛 但是你就是這時候你就會害怕 每一次害怕的時候 機會就在你身邊悄悄的溜走了 波段的強勢股買在短線上弱勢的時候 你還是要跟上最堅強的團隊啦 現在大家都在講這檔股票6175的利盾啊 當我們在跟大家講的時候有誰會相信 10月30號的時候就跟大家講說破底背離均線反壓嘛 突破均線反壓之後它會怎樣 它會上來啊 那時候我們買了多少錢 10月30號是不是告訴你說我們買在25.9元 那你現在再看嘛 6175的利盾 現在是怎樣 10月30號的時候我們的買點在哪邊 在這裡呢 在這裡呢 那大盤呢 大盤在哪邊 大盤在這裡耶 這樣是不是一路往下殺 可是為什麼它可以 它可以逆勢的往上漲上來 因為有錢嘛 有資金在買啊 但是你現在再去追 你真的賺得到嗎 當它的價值已經開始背離的時候 你再去追股票是不是很危險 你可以買在起漲前 你可以買在人家還沒有發現到它的時候嘛 你看看 6449的玉邦 是不是告訴你說WD突破訊號 量大高點非高點 漲價題材配合技術面的突破 這是WD耶 所以它會怎樣 它會至少會漲一個 一個等距的空間嘛 所以量佔比從400來到100的時候 人家早就在買了啦 我也告訴你說它是投信在買的啊 但是我們是不是跟著投信一起上車 那你現在在看嘛 玉邦今天是不是又創一個波段的新高 但是你再去追啊 你再去追了之後會怎樣 你再去追啊 股票不是追來的你知道嗎 股票是這樣買來的啊 46.1元買進耶 11月27號的時候嘛 那你現在在看11月27號的時候 玉邦在哪邊 有沒有人在講 有沒有人在講它 不會啊 因為它沒有漲停板啊 你再去追 股票都是用追的 所以你永遠買不到會賺錢的股票 然後再來怪別人 不是這樣做的你知道嗎 8042的金山店是不是告訴你說 你可以買在跟外資一樣的點 一樣的點 你有沒有進場 你有沒有去買 你今天看啊 8042金山店是不是又創一個新高了 但是你要再去追嗎 你可以去追追看啊 會不會賺錢我就不曉得了嘛 所以呢你要買股票你到底要怎麼買 你要買在人家還沒有發現的時候嘛 你要比別人有先找一步的眼光啊 但是你這些都做不到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跟上一個最有眼光的團隊 當大家都在講缺貨效應的時候 我已經告訴大家什麼 2327的國巨暫停接單 這裡一定有商機 這裡一定有商機 而且簡單的來說 國巨暫停接單後代表市場上面的供給 已經不足了嘛 誰掌握料源誰就是王 而且具備低價通路商 手握低價庫存跟料源 就是漲價缺貨效應的最大受益者 有沒有先跟你講了 那時候在講的時候有人跟你說嗎 市場上面根本沒有人跟你講這些東西 因為他們根本看不到啊 但是你看今天 國巨漲停板 已經快要來到400塊了 這是漲價題材 其實整個漲價題材電容是跟漲的 真正強的是被動元件MLCC的部分 這些東西你懂嗎 你不了解啊 整個市場的供應鏈你懂嗎 你只知道現在是誰在漲誰在跌 你永遠都是看價格 但是我們看的是價值 這檔股票到底它擁有多少的價值 我願意用多少錢來去買它 當你知道這個價值心中有個底的時候 怎麼洗盤都洗不掉你 但是呢 如果你連這些都搞不懂的時候 我相信稍微一個漲一下跌一下 你就說老師 這檔股票你抱得不準 3090的日電貌 我那時候怎麼跟你說的 這檔股票真的超便宜啊 因為它是什麼 它是通路商嘛 我告訴你說它是通路商嘛 手握低價庫存的通路商嘛 而且它有料源啊 那你為什麼我們去買它 因為我們有理由 我們知道它的未來怎麼樣 我們知道它到底合理的價位在哪邊 所以呢 當它每一次回檔的時候 當它回到一個強勢回檔價位的時候 我說是不是可以買 因為這檔股票已經經過整理了嘛 誰跟我說的 費波男士係數跟我講的啊 這些是不是都是技術分析的東西 當我這一段上來的時候 一定會做一個強勢整理 那我強勢整理的價位在哪邊 你要算出來啊 而且我的量價關係 我量說整理量說整理 我只是沒有買而已 這些人出了沒 還沒嘛 居然大戶都還沒出你在怕什麼 你要跟著他們上車啊 34.6元市價買進 你可以成交在34.5元 是不是有跟你講過 我不用再休息時間了吧 今天 昨天是不是一根亮燈漲停板 我說 這個只是剛開始而已嘛 缺貨效益的收割者啊 量大高點不會是最高點 所以他今天是不是在創新高 但是創新高的同時你才去追啊 一樣嘛 你都是用追來的嘛 這段是誰買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肯定有人去追在 這個高點 這個高點啊 但是我跟你講這個高點你會解套 因為量大的高點不會是最高點嘛 操作要有公司要有方法 你可以跟著我們一起買在7張點啊 我們現在還是賺錢了 但是有人卻被套在高點上 你會覺得心裡很恐慌 不知道該怎麼辦 資金的流向 他才會決定行情的方向嘛 所以呢操作一定是有一個公式 跟方法存在的啊 你今天可以跟上一個最最最強悍的團隊 挺立大紅包 今天買一送二買一送二 我們一起共同幸福來迎接 新的一年的開始啊 新的一年我馬上就已經送了大家 一個很多的紅包了嘛 日電貌是不是其中一個 你可以跟著我們買在那麼好的位置 那麼漂亮的位置你根本不用去追啊 盛輝當初我們在跟你講的時候他也是還沒漲嘛 破底背離的時候量占比從300來到80 早就有人在佈局了啦 那時候我們買的點是多少 184塊耶 現在回得來嗎 回得來嗎 你看一下盛輝現在是多少錢呢 到今天 到今天都還有213塊 這已經整理過囉 又是一次亮縮的整理喔 我認為他也準備要再啟動了 所以呢 你不要等到真的很多股票 開始衝上來的時候 才想到要去買股票 波段的強制股 你要買在短線上落實的時候 趕快跟上 跟上一個最堅強的團隊 挺立大紅包 買一送二 共同幸福迎接新年 現在已經是一個打團體戰的實彈了 你不要再孤軍奮戰了 趕快跟上我們的腳步 讓我們成為您登峰的祥島 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古海弘揚祝您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聽聽